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職業卡囉!他現在是職業選手囉! 希望我們小拱喔!我可以把他...可以啦! 我說可以!希望啦! 但是請他保重身體啦! 請他保重身體啦! 因為去打職業賽真的是太累了啦!那個身體 希望小拱有一天可以站在奧賽的舞台上!當然! 他拿到職業卡了嘛!阿館得花更多的錢了嘛! 他要去比職業賽我永遠會支持他啦! 真的是不蠻優秀的!也圓了他一個夢! 也圓了他一個夢! 希望他可以過得更好!可以更有名喔! 看一下!他那時候的狀態! 好!我們喔!來聊下一件事情! 對!女孩子可以來聽喔! 我自己是一個結婚的男人! 所以我今天看到大S的...他的老公喔! 我對大S的印象不好也不差! 我對小S的印象是蠻好的! 因為他很會做節目!很有效點啦! 喔!那... 那今天就是...就是大家看到知道啦! 就是...他被扣...他被扣...扣扣那個嘛! 他老公被...欸!謝謝38塊斷內! 凱教練喔!我會找啊!我會找啊! 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聞的片面! 就看到他老公被扣了!被扣了! 那怎麼樣被扣了?我猜! 喔!他...他婆婆也出來講了! 他也在那邊罵! 喔!然後我是覺得啦!我是覺得啦! 你今天有沒有...你今天有沒有被...有沒有被扣這些東西? 喔!他的財產被扣嘛!因為你的散養費沒給人家! 所以你今天被扣了! 那法院...台灣法院呢!我在那邊跟...我跟汪曉飛講啦! 我不知道大陸...的法院是怎麼樣! 台灣的法院是...你離婚協議簽了!你還要照顧啊! 我們大陸發啦!咱們做人嘛! 啊!要得認!啊! 說了話啊!簽了字!就要照做! 這大陸朋友聽得懂吧! 台灣是這樣!你今天...不要說台語! 你女婦人懶新啦!你出過嘛! 好像是出過你跟別的女婦怎麼啦! 還是怎麼啦! 無論是怎樣! 你現在要離婚! 你有姻啊!你怎麼收過沒有? 你有小孩! 這個女婦人你也不是沒錢啦! 說到台語的大陸...你在中國的子善幹什麼啦! 你要離婚的...你也簽了! 你有協婚...你我們協議嘛! 協議上面一定會很清楚! 今天台灣法院會扣你的東西就代表什麼? 你當初協議協婚的時候... 你有給他協你要給他多少錢嘛! 你沒給人! 我們平良心說...你這叫無品! 你這叫無品! 各位知道嗎? 我買房子...很多事情...我是這樣子... 一個女人跟在你的身邊... 當然大家對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呢... 也...一個女人要為你生小孩... 相夫教職的... 為你放棄演藝生涯...相夫教職的... 其實這也是很辛苦啊! 我不知道... 你現在還有什麼資格啊... 在那邊... 一直講這些東西... 還有你...你...你老媽... 也在媒體上放話... 要講這些東西... 喔... 我是覺得這個很丟臉啊... 這很丟臉啊... 別人的家務事干我什麼事... 你講得非常好... 用這句話呢... 我們可以... 牽引到任何人身上... 別人要選舉... 幹你什麼事... 別人在打籃球... 你評論... 幹你什麼事... 還有我... 我針對你的回答... 我講一句話... 我去你媽的... 我講話... 幹你什麼事... 幹你什麼事這句話... 真是套好用的... 我在講...我在開直播... 我愛講什麼講什麼... 又幹你什麼事... 你是不是很生氣... 對不對... 愛嘴嘛... 什麼事情都可以講... 幹你什麼事啊...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什麼事情都不能討論了... 欸... 今天總統你要選誰... 我要選誰... 幹你什麼事... 老婆... 晚上吃什麼... 我要吃什麼... 幹你什麼事... 都不能問了... 完全不能問了... 今天要上班... 幹你什麼事... 今天要洗澡... 幹你什麼事... 那你怎麼不睡覺... 幹你什麼事... 言論自由你懂嗎... 言論自由四個字... 你念... 你念念... 我挺挺... 我挺挺... 挺挺挺挺挺... 挺挺跳舞... 法拉利挺挺... 挺挺開法拉利... 你解釋解釋... 言論自由... 你解釋解釋這四個字的真諦... 意義... 考試順利... 做你考試順利啊... 因為工作久做... 導致腰部有點... 這樣突出... 有什麼運動可以改善... 第一件事情... 先去找... 物理治療師... 幫你看... 你的腰... 腰... 你的腰椎有多嚴重... 有一些要先矯正... 甚至是... 太嚴重... 是不適合做訓練的... 先去找醫生... 來評估... 好不好... 我不知道... 大部分來說啦... 你可以靠做... 做寬推... 做硬舉... 做深蹲... 做全身性的肌力訓練... 去把你的脊椎拉正... 去把你的骨盆... 在正確位... 只要你找對教練... 做一段時間的訓練...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突出... 突出到... 很嚴重... 那要先矯正... 然後看狀況... 再開始做肌力運動... 所以你要去... 第一步... 先找物理治療師... 評估... 或是找... 骨科醫生... 做一個評估... 我現在是不是有嚴重... 嚴重到可以... 訓練了嗎... 還是... 對... OK... 喔... 對... 那我講一句話... 剛剛... 那一個人胸... 那你... 追尖盤突出... 你在這邊抖內... 問我... 剛剛我什麼事... 那人跟人... 就沒有辦法交流了嘛... 我們都沒有辦法... 去討論任何的事情了嘛...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 我去胡鬚一張吃滷肉飯... 欸... 我講啊... 把我滷肉飯吃的... 雞腿吃一支了... 那湯啊... 那菜頭湯啊... 先生... 你要吃滷肉飯... 干我什麼事... 什麼話我都不能講... 我會想... 我... 我... 一講起來... 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話題... 我都沒有辦法講下去了... 瓜哥你今天要講... 嘖... 我要講什麼呢... 我無話可說...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事情... 都不干我的事... 我無法... 我無法再講任何... 任何語言了... 我無法再講任何事情了... 我沒有辦法... 那新聞每天寫我... 我是不是一樣可以拿... 您... 大哥您... 的話... 去跟新聞台說... 你為什麼每天抱我... 你他媽的抱我... 到底干你什麼事啊... 整天寫我... 他還是會寫啊... 我在網路上罵媒體... 罵了八年... 祖宗十八代... 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祖公祖父都被我請出來... 羞辱過一遍... 他依然... 把我抱出來... 他依然繼續抱... 依然繼續假新聞... 依然繼續標題殺人... 那你的正義感... 這麼爆棚... 你怎麼... 不去... 每一篇新聞寫... 請問新聞記者... 你抱這個干你什麼事... 他一天寫五百篇... FB... 五分鐘更新一篇新聞... 你這麼閒齁... 你就去那邊... 一個一個留... 齁... 有東森啦... 有靖新聞啦... 有TVB啦... 有三明治啦... 有ET啦... 有他媽一大堆酷爆啦... 一大堆... 我相信你整天是非常忙的... 每一篇新聞下面留一句... 幹你什麼事... 你今天忙... 忙爆了... 真的... 你每天生活開始有意義了... 好不好... 但是我們這邊呢... 不需要你這種... 請你轉頭... 去新聞下面留言... 他每天都要亂報新聞嘛... 你就給他留... 幹你什麼事啊... 亂寫... 講下去... 還有一些網紅啊... 像... 非常多人啊... 民進黨... 國民黨... 他們都會講彼此不好啊... 你進去留言... 我相信... 你從今天開始留... 一個月之後... 你還沒有留言完... 如果... 幹你什麼事... 這些都會成立的話... 這個社會... 每一個人... 都要講你我他... 大家都會共同生活的嘛... 議題是共同討論的嘛... 是不是...